现在牛树街头这个人你可能不认识他 但假如你在华强北待过的话 也许你曾听过当年的手机网址 陈金林来自江西 一个普通农民的孩子 16岁跟亲戚来到深圳华强北创业 刚好遇上了山寨鸡崛起的时代 通过自己的努力赚到了人生第一桶金 利用这些钱在飞扬市场开了几个档口 生意越做越大压了好几千万货 几万台手机身家上亿风光一时 人称手机王子 后面因为版权假冒伪劣产品系列问题被查 弄得最后家破人亡一无所有 老婆也跟人走了 最后接受不了现实 疯了 我是一个负债两百万的饭店老板 八年后 重庆人 就在刚才 我听到一个消息 说我的老婆 在家里面找了一个男人 我的老同学 15年的感情 女人是多么的现实 我负债了 我负债两百万 光有人看价格很低很低了 这是在宝本的 但是现在卖不出去 卖不出去房子 之前借的网贷只能往里还 不能往外借了 所以现在才导致的有点还不上 你知道吗 不知道 现在孩子给我说话 我能感受到他们心里是恐惧的 今天正中特别紧 特别紧 所有买菜商场都在排队 我没有去 因为我感觉那对我不是重要的 我现在最要紧的是 怎样才能把明天的款还上 后天的款还上 大后天的款还上 大后天的款还上 真的好难啊 80后的我不再197万 卡片和网贷 全面逾期 从2018年的2月份到现在 已经逾期4年多了 同时也漂泊他乡4年多了 明天就是中秋节了 不知道有多少人跟我一样 想家不敢活 也没脸回去 其实我挺恨自己的 恨自己无能 恨自己不成器 总是让父母操 现在是夜里两点钟 在我2019年 我的债 债务全面爆发 的时候 我欠了700多万 当时实在没有办法了 我把我的房产 公司和车子全部卖了 还了一部分 目前为止还欠了300多万 在这负债 无家可归的日子里 我经历了分音的失败 我经历了亲朋好友的疏远 我经历了 所有 卡片和网贷 债主们的催修 我现在 无力 无力 偿还于你们 我希望你们能够给我们一点时间 希望你们能给我一点时间去赚钱 早日把你们的 欠的钱全部还上 我也希望 我也希望 你给所有的负债人 一点时间 能够让负债人 能够让负债人 早日坚强的去赚钱 投资了100多万的辅助产 就在今年 我们正式宣告倒闭了 整整经营了8年 我们本来指望着赚一大笔钱的 现在就是落到这样的结局 今天我们又来到了我们的辅助产 现在我带你们去看看 有句话怎么说来的 一年入行 三年懂行 十年称王 可是我们8年过去了 现在却是经营的一塌糊涂 辅助产都相告倒闭了 现在我们的三个合伙人都一致同意 去把这个辅助产招租出去 免得把损失再扩大化 或者能捞回一点本钱 或者不让这些生产线 还有这些锅炉 烤箱 还有其他等等东西不置生锈 浪费了我们的投入 终于有一批又一批的客人 来看看我们的辅助产了 他们那些人都是做辅助行业的 而且对我们的这些地理环境 还有这些厂房试吃 还算是比较满意 现在我们也在不断的 跟那些客户商谈价钱 我们需要更多的人来参与这个 希望能租出一个好价钱 以降低我们的损失 14年的时候 我们看到辅助行业很赚钱 所以我们就盲目投资 当时我们对这个行业一窍不通 有人说 中国人与犹太人的投资的区别就是 中国人觉得什么行业好 全民跟风 如黄灾一进过去 把这行搞死 而犹太人会想着 看这行的上游与下游 以及其他相关联客户群的需要 而我却是因为跟风搞死了 真的是深刻的教训 写的教训 你说现在我们这个辅助场能出租出去吗 屏幕前的朋友 你们有负债吗 我有 今年37岁的我负债了130多万 现在的我看着宝马 可是连邮钱都加不起 我是一个小老板 我坐有一个宾馆 开一家米粉店 是连锁店的 还有一家KTV 前两年生意非常的好 很火爆 可是好景不长 疫情的影响 宾馆关门停业 从此资金已经断裂 没有收入 老公公地下雨的原因天天亏损 从此我走上了负债的路 现在我的信用卡差不多10张 也全部预期了 房贷 车贷 银行欠款 共计有130多万 花贝和借贝也今天被我刷空了 根本还不上 过去的我没有经历过负债 现在的我看着宝马 可是连邮都加不起 今天和大家聊一聊 我这个从做了15年的建成生意 到现在负债来了一无所有 负了将近200多个W 获得现在 这么老板 我都不敢相信我自己 会走到今天 15年建成 走到了现在 就在七八年前啊 是这些 这些卡片 当时我申请的第一张的时候 我都是4000的 交托的 那个时候申请卡片呢 感觉挺牛的 挺面子的 都能申请下来 紧接着 第二张 第三张 我总共有七张的卡片 最高的 百度是小明的 十个男朋友的 遇到现在 以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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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急切消费吧 对不对 看到什么好处买 看到那个买 就在三年前 商店生意不好做了 又开始下滑 那个时候呢 资金有点跟不上去了 没办法 我就把这些 这个卡 刷出来 反正这张卡 就这样 我要回来倒腾 我倒了三年 倒了三年 就这样 倒来倒去 这些稀费 利息 我也不知道 我付了多少了 那个时候呢 我就是为了 我保住我这个面子 怕别人看不起 为了保住我这个诚信 真信 我选择了猜的这些 猜多一项 補西项 猜个三到五年吧 就这样来回来猜 猜完了 这些卡片都哭了 没有了 完了 紧接着就去见 夕了的 和亲婆好女去倒腾 去见 在那些窟窿 没有办法 对不对 就是要猜了几年 直到我见了那个瓦袋 什么母王普会了 达菲云袋了 结社了 风气烂了 你瓦袋了 九云卡袋了 这些我都见过 包括姓劉菲这些 都有 网贷的利息有多高 这个不用多说了 负债的都多 就这样 猜来猜去 三年前 我负债爆发了 不是不还了 是都猜完了 都见完了 没有可地方见了 猜不多了 我们负债的都败破的语气了 都是太讲诚信了 怕这个还不上 怕那个还不上 都是太讲诚信了 导致自己把自己 避上了一条绝路 对不对 有时候 猜完了 身上拿不一百块钱 包括吃饭钱都没有 我有过 最初的时候 身上拿不一百块钱 那种生活 有几个体验过的 吃饭没饭钱 一个月 走哪 睡到哪里 孩子上学没有学费 学费也去学了 那种心情谁能理解 没办法 直到他现在 上忙也上忙了 暴徒日落都报了 把死败给他面子 最后来都没有了面子 都知道了 一无所有 啥都没有 我一过去做四家 看看这些 这是他 什么 举证托知书 民事派决书 还有执行托知书 还有这些 如果要负责了 有办法 我相信 没人想到能力 也没人想走到这一步 走到起诉 派决 再上诉 再派决 再执行 没有什么办法 一张 两张 三张 四张 五张 六张 七张 八张 九张 十张 十一张 十二张 一共十二张信用卡 还有这个 用卡能必备 大家不陌生吧 卡拉是我从一二年一张张半到十二张的 当时额度比较高 别人非常羡慕 我还记得 第一张卡额度三千 半到十二张 加起来固定额度有七十万 再加上备用金四十万 总共一百一十万 由于用卡记录良好 刷卡消费不单一 再加上我之前经常出国旅游 额度自然涨得比较快 普通卡片的额度有限制 客户打电话过来 直接换成白金卡 这是哥最辉煌的历史 由于经常提前消费 每个月工资基本上不够花 就开许了我的卡路生活 为了保证信用卡良好 每个月都还最低还款 因为本金还不起 最开始还几百元的最低还款 随着卡片越多 每个月要还几千元 就这样 我坚持了四年 突如其来的一场变故 让我再不爆发了 我记得很清楚 2019年11月25号晚上九点左右 我从小玩了大的兄弟跑来找我 让我找三十万和他一起做投资做项目 说项目完工后 加上本金我能分到九十万左右 心里面当时想 我卡里面还有三十万左右 考虑了一天决定投了 心想有了九十万 我就可以直接把本金还了 不用每个月还最低还款 结果好景不长 一个月时间 就一个月时间 2019年12月底疫情大爆发了 项目公司没有运营起来 在2020年3月25号 公司宣布破产了 当时我整个人都懵了 我都不敢相信这个事情是真的 到现在我都不敢相信 消沉了几个月 这几个月是我最难熬的几个月 各个银行的催修电话 律师喊不停的打 不停的打 每天电话 只要一想 就是他们打了 后面 在一个朋友的开头下 慢慢走出来了 想着不该发生的事情已经发生了 想也没用 想着当下 那必须努力赚钱 摆进心态 反而生伤害 所以奉劝大家一句 千万不要盲目投资 不然你会和我一样 负债累累 加油 负债累 负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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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负债